MING PAO TORONTO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Spin-Offs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如何處理這種燒到底的蠟燭 那要處理這種蠟燭的話呢 首先你需要一個鍋子 那這個鍋子裡面呢 你大概放3-5公分左右高的水 然後你還需要洗碗筋 然後菜刮布跟隔熱手套 那最好的話呢 你可以再準備一張卡片 那這個卡片呢 是要用來把底下的 如果有些蠟燭 它底下有一些標籤的話 你可以等一下用來把它刮除 那所以不要拿你的信用卡 你可以用一些沒有要用的卡片 那如果你是等一下要把蠟倒進你的垃圾桶的話 你最好現在垃圾桶裡面鋪報紙 或者是你可以像我一樣拿一個耐熱的容器 那我是用一個玻璃的容器 那裡面都是裝我沒有要用的蠟 那首先呢就是把蠟燭放進去 然後隔水加熱 如果你的蠟燭有蓋子的話 記得要把蓋子拿掉 加熱然後等水滾以後呢 蠟它會完全的融化 那如果裡面有燭心的話呢 你這時候用 其實它應該會自己融化 就是不會再黏在底下了 那你只要等它融化了呢 把它倒進垃圾桶 或者是把它倒進我剛剛說的 耐熱的容器裡面就OK了 等到蠟倒出來以後 你就把洗碗精加上加下去 溶解它裡面的一些蠟油 然後趁還溫溫的 不會燙手的時候呢 用菜瓜布把它刷一刷 用水沖掉以後其實就會很乾淨 如果你發現還有一點蠟殘留 還有一點油油的 你就再把它放回鍋子裡面 隔水加熱 然後再一次用洗碗精 然後把它搓 搓一搓搓乾淨 如果這過程中會燙 記得要用隔熱手套 因為加熱的關係 底下的標籤會變得比較不黏 那你這時候就用那個 剛剛我們說的不要的卡片 把它刮掉 那也是一樣 如果還黏黏的話 再放回去鍋子裡面隔水加熱 再擠一點洗碗精 這樣子就好了 把水雞石的錶藍 不跟一般水增了 有沒有人 好的 索 Squ物 在沫會 從天山海 我媽媽的水 就 published 在沫會 那天山海 是 那天山海 昨天山海 都沒有 他 是 從天山海 從天山海 女孩唱歌曲 可能是不正常 但只要是有趣